我們會在不同的農漁序包括裡面 裡面設區域的加工的部分 它才可以更有效的調節做的農漁序產品 所以在這個6000多的農民裡面 我們有2600多件的樣品出來 那後來陸續開放申請之後 我們終於有32家骨核初級加工廠 加工以後它的塗窗的壽命就有延長 品質也可以做一些提升 那養分的濃度也是增高的 那對我們現在農業來講 我們要靜零碳牌 我們希望這個食物能夠充分的發揮 那這個小農加工就具有這樣的一個很重大的意義 因為我的農場全部都是有機種植 大家都喜歡吃仙石 可是仙石它的那個保存期限 就是它是有限 就拿我的香蕉來講好了 夏天五天它就化掉了 那如果說我去做加工的話 它可以延長它的保存期限 再來就它可以倒在國外去 我們這些小農們真的是一步一腳印的 從工廠的登記 接受我們的輔導 跟我們做相關農產品加工的樣態的諮詢 一直到測試 最後變成一個成品 我們的代工費非常昂貴 以至於我們的甲魚是全台灣最貴 那現在有自己的初級加工廠 就可以把這一塊的成本降下來 讓我們國人可以享受到我們家的憋 養青這種小農 那他們要進入這個市場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所以我們就構思了 在這個月薯的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建立了鮮魚購這樣的一個網路平台 開始是因為賣不掉 當你做一個生鮮的時候你就Only One 開始在做變形 它的用途就會變寬 接受消費者的距離就變高 然後營養當然就可以慢慢看到往上走 像鳳梨世家的問題 當我們這個過程中 我們跟學生反覆地去思考 而且閱讀了很多科學文献 所以我們找到它最適合的加工手段 像這次有我們特別做出鳳梨世家的果乾 它可以把它原來的風味保留住 而且又不會產生苦味 林務局推動林產品的農業除去加工廠 有這樣的一個政策來增加零龍的收益 那今年呢 我們已經開始協助三家的 這樣的一個零龍或者是廠商 開始來進行 整個的一個出去加工廠上面的一個申請 那農村好物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主要是協助它後續產品開發 以及後續行銷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它有新品的發表 或者是新品的研發 我們會有相關的媒合費 那如果更成熟的我們銜接國外的一些空路呢 我們也都有持續的在輔導 農委會協助輔導我們包裝設計之後 很高興的是獲選到農村好物 那農村好物之後 我們就有被外國的一些廠商向眾 然後有做外銷 台灣各式各樣用我們農林序產品 還有林業的林產品所做的加工品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 可以達到消費者營 農民營 還有農業永續